1月24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省纪委监委开展的营商环境监督行动将聚焦信用、司法、执法、审批、监管、中介、经营作风八个方面,和政府诚信、权力运行、中介机构、幕后交易、干部状态五大类深层次问题。 全省各级纪委监委将在打通读点、治理痛点上下功夫、出重拳,形成强大震慑效应和警示作用。 自营商环境监督行动方案发布以来,全省纪念监察机关针对破坏营商环境的重点问题线索已经启动出核工作75件,立案60件。相关职绩监督、审查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本台报道。